還有以及今天的三位演講者 我是北大醫院吳明顯醫師 我很高興可以來主持今天這個section 這個section是要探討關於王康幸 未遲到密流疾病 到底是真正存在的事實或是虛構出來 我想隨著台灣飲食的跟生活習慣的西化 事實上未遲到密流疾病已經變成最重要的胃酸相關疾病 它的盛行力事實上已經超過消化性潰瘍 我想很多包括不管是在醫院的醫師或是在醫學中心的醫師 都有處理過未遲到密流的疾病 而且因為這個疾病除了遲到的表現以外 它也會有一些所謂遲到外的表現 所以事實上包括胸腔科醫師、耳鼻歐科醫師 事實上很多都有處理類似的經驗 一般的觀念以為 事實上隨著胃酸抑制的藥物的進步 特別是脂脂肪股抑制肌的問世 這個疾病應該是很容易控制很容易處理 可是實際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 給了PBI以後事實上好像有些個案的環境不是那麼的好 那到底這些個案是什麼原因所造成的 以及PBI在對各種各的不同表現 它的治療效果是如何 甚至假如萬一你的病人治療、PBI治療不好的時候 你下一步該怎麼辦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要探討的主題 我們很高興請到了三位國內這一方面的專家 第一位是台中農民總醫院的聯翰忠醫師 聯醫師他是陽明大學的醫學系畢業 他也是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的博士 目前也兼任國防醫學院的副教授 他首先要跟你們講PBI知識方無疑之際 在各種不同各的表現和療效 聯醫師請 謝謝吳教授的介紹 我很惶恐因為在這邊很多都是老師前輩 有講的不對的地方等下請給我指教 在蒙特羅的定義裡面所謂為食道逆流 就是為了內含物造成的症狀 逆流上還造成症狀或是一些合併症 我們從內視鏡很容易可以看到有一個erotion 那就很容易診斷 在下段的地方就可以能夠診斷這些 會死到逆流 但是有很多人實際上內視鏡是正常的 這些人到底是不是逆流呢 根據我們目前最新的方法 用內視鏡跟impedence pH 這個阻抗就是看食物跑上來 不見得是酸的它還是可以偵測的到 那用這樣來定義的話 在GED的族群裡面呢 真正內視鏡看到有erotion的病人呢 大概只有三成五 很少部分的人會合併一些 那大部分人其實都是內視鏡是正常的 所以看到一個內視鏡正常 我們不能說這病人沒有GED 那Montreal definition呢 它把它分成食道的症狀跟食道外來症狀 食道的症狀就是我剛剛講的 內視鏡看到erotion 或者是它有遲到的Hopram Registration 這是我們比較容易診斷的 遲到外來症狀就比較困難了 因為它有時候是以Recoff來表現 有時候也是以喉嚨痛Saya來表現 像最近那個歐巴馬總統說Saya 就覺得是為遲到你有造成的 也有可能是跟ASMA有相關 那這些的診斷就相對的就困難很多 那我們知道很多的研究都告訴我們 這個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PBI目前還是最有效的藥 比傳統的H2 Broker要來得好 比Pasivo更是如此 它不但可以治療食道的發炎 Healing 然後可以緩解它的症狀 可以改善病人的生活品質 但如剛才吳教授所講的 是不是每一個人反應都很好 我想我們民闖醫生應該蠻常看到說 因為開藥很簡單那是問題 這個藥也算蠻安全的 但是呢好像不是每個病人都很滿意 那我簡單把病人分成這個三個類 就是以Erosity of Reflux來表現 就是內視鏡有看到的問題 內視鏡沒有看到問題的效果 還有食道外的症狀 還有哪一些東西可以來predict 病人吃掉會有效 那首先我們治療的outcome 就看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食道炎有沒有癒合 第二個它症狀有沒有緩解 特別是在Endoscope Native 或是Extra-Esofagio各的病人身上呢 他們是沒有內視鏡可以看的 所以完全憑病人的症狀來報 那這是一個很主觀的outcome measurement 那也是很困難的 那首先講二的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如果Endoscope Card-Esofagio 很多的Randomized Control Trial都告訴我們 不管你用哪一種PPI 它的Healing Rate呢 大概八個禮拜之後呢 Standard Dose QD 大概可以到九層以上 但是呢 如果它是Grade C或是Grade D Los Angeles Classy 是比較嚴重一點的人 它稍微差一點點 可能有的人可以包到只有六層 七層 身體有了到九層 那就會比較差一點 那到底這些癌 Barray Estabagus 會不會可以 GPPI可以降低癌症呢 這大家一直在想說 到底GPPI有沒有效果 那目前沒有非常好的證據 那這是最新的一篇 七個觀察型的Study 有吃藥跟沒有吃藥 它的case number是2800多 觀察了兩年呢 大概可以降低個70%左右 所以目前的初步的證據顯示說 可能BPPI還是會有幫助 因為它減少發炎 減少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破壞 應該是對病人是有幫助 但是這些不是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 那最困難的是 雖然 Isabagized Healing 事實上 真正我們如果去看病人的症狀呢 事實上只有六層的人 七層的人有效 有三層的人呢 事實上他症狀還是在 還是不滿意 所以 Isabagized Healing 不等於病人呢 症狀就沒有了 或是說 他的生活品質就完全好了 那 接下來 碰到這樣的病人的時候 目前的臨床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治療實在是沒有效的話 就要找 用一個檢查來 檢查他到底是不是逆流 那目前的goal standard 就是所謂的Impedance PH 那Impedance PH的話 用它來分類大概只有三個結果 一個是呢 你目前吃的藥 胃酸抑制還不夠 你可能要吃到Double Dose 第二個呢 你抑制是夠了 可是他 他上來的是非酸逆流 非酸逆流呢 也可以產生症狀 最後一個結果就是 根本就沒有逆流 那這是個 三十六歲的 曾小姐 她是Hotburn Regurgitation 已經十年了 她特別是在躺下來的時候 她就很不舒服 她喉嚨會有濁熱濁痛的感覺 特別是在睡覺的時候 會造成她失眠 她甚至已經吃到BID Regular吃到BID 她還是很不滿意 這個症狀 她有一點 最近診断糖尿病 有一點點這個高血脂 她的BMI稍微高一點點 那我們去看她的內視鏡 我們可以看到 Grade B的Acephagia 這是NBI 可以看到Grade B的Acephagia 看到有一點Hired Hernia 然後Biopsy看到有Incestinal Metabriagia 這是一個Barrade的病人 她沒有HP的感染 我們繼續把它做Manometry 發覺它LES的壓力偏低 正常十以上 它是十以下 除此之外 Motility是還好 但是我們去做Impedance PH On BID PPI的時候 病人呢 這個地方是Lowris 上面五公園 就是遠端的食道 這個地方是咽喉 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還是有很多的逆流 它吃到BiG還是很多的逆流 那咽喉這地方也有胃酸 低於這條線就是小於四以下 所以它還是在飯後 還是有一些 還是有逆流 然後呢 在躺下來的時候 也是蠻厲害的 那這個Impedance可以幫助我們 紅色的就是它的Aesthetic Reflux 可以讓我們看到它 你看一路上逆流到上 上食道來 藍色的就是非酸的逆流 所以這個檢查 可以讓我們一目了然知道這病人呢 吃藥為什麼沒有效的原因 因為它的胃酸逆流還不足 胃酸抑制還是不夠的 那這是我們初步的報告 正常是4.2以下 它是8.3 它的Symptoms 如果OnVID的話 它大概典型正常大概有7% 還是會看到不正常 我們這個病人就是落在這個族群裡面 如果它是QD的話呢 它有三成多的機會會不正常 但是如果是非典型的話呢 你如果VID的話 會不正常的機會就很少 那我們知道 目前的標準的PPI 一天呢 一天一顆 早上吃的話 大概可以抑制胃酸呢 10到14個小時 所以呢 在晚上的時候 intragastric pH呢 事實上你如果早上吃的話 好像pH是掉下來的 所以呢 如果病人晚上有症狀 一天一顆PPI 你可能是cover不住的 這是一個美國的一個 community-based study 它呢 評估這個病人呢 每天都有在吃PPI的人 各的病人呢 發覺呢 將近有四成的人 實質 還有symptom breast food的問題 這些人呢 六成五以上呢 都有晚上的症狀 這是證實的 剛剛講 一天一顆QD的PPI呢 對某一些來講是不夠的 那這也是一個community-based study 他發覺呢 將近有兩成二的人 在美國在用VID 一天吃兩顆 我們知道 FPA是approved 一天一顆 VID 事實上是off-label use 可是有這麼高的比例的人 不僅VID 他還要去OTC 拿一些藥來補充 他才會症狀 才會緩解 所以有一些人 的確是非常難治療 第二位先生呢 他是Distepsia 喉嚨痛 Hotron Registration 他吃Nexive呢 事實上是可以緩解 但是他認為 VID對他來講 跟QD是一樣的 他已經戒嚴了 他有一點Social Drinking BMI也是在Border Line 不算特別胖 他內視鏡看起來 有一點Erosion 算是Gray B這樣 然後他也沒有HP 有一點Y1 Hydernia NVI看起來 這病人是診斷個兒的 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繼續給他做Monometry 去做PH impedance 結果我發覺這個是胃的 胃的胃酸呢 事實上抑制的還是不錯的 那遲到Disto的地方 其實沒有什麼胃酸 沒有什麼跑到四夕下來 可是呢 如果仔細看這地方 雖然沒有紅色 可是有很多藍色的 他還是有report symptoms 換句話說這病人很可能 是對非酸逆流有感到刺激這樣 結果我們繼續看他的symptom correlation 就發覺他的有症狀的時候呢 有症狀的時候呢 事實上可以測到他真的是有逆流 他的SI symptom index 跟symptom 首先 probability 都非常的高 甚至於呢 有30次是跑到近端食道來 所以這個就支持了這個病人 可能是一個非酸逆流 非酸呢 用PPI一直在 可是呢 他把酸逆流下來 可是東西還是會跑上來 他還是會造成症狀 大部分都是weekly acid 所以weekly acid就是PH4到7之間的 那這就是用把它放大 就可以看得到 impedence呢 他胃酸並沒有掉 都還是 PH只是正常 可是他還是有東西跑上來 這時候他有report symptoms 那我們知道 當我們on BID的時候呢 事實上你能夠測到 大部分是非酸逆流 即使大部分你都可以抑制得很好 但是呢 有一個 一個一百多人study 吃藥BID都沒有效的人去做 impedence PH on BID去做 發覺呢 將近有九成的人還是有症狀 可是有症狀的時候 真正的有symptom correlation 大概就一半左右 而這一半左右的人呢 大部分都是肥酸 那麼這些症狀大概是什麼呢 最常見的是regetation 因為我們PPI抑制的酸 不完全 並沒有完全把逆流這件事情抑制下來 所以他東西還是跑上來 那有的人是chess pain 因為他太敏感了 還是有hardburn 還是有cove 按照資訊 這些症狀都還是有可能是 non-acid reflux造成的 第三位邱先生 他是一位65歲男性 他主要是因為reflectory burning throat 一年 他為了這個東西 之前有hardburn 去給你們吃了五年的PPI 他為了這個東西去開 nithin pump application 甚至於開了以後沒有比較好 他又去開highly selective phagotomy 然後他來的時候 我們那一件事情看 他並沒有isobagitis 而且這個包得很好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病人呢 吃個兒的機會不大 所以我們就offPPI給他做 我們做了malometry 看起來他的mocility是還好 他offPPI做的時候 事實上他的食道distor的地方 事實上是沒有什麼酸 都沒有什麼逆流 然後他咽喉也沒有什麼逆流 這個impedance也是乾乾淨氣的 所以證實這個病人呢 是一個functional hub 他並不是逆流 雖然他的症狀跟逆流非常相似 但是如果他一直PPI 吃PPI 他可能就是不需要這樣 而且不會好 所以我們分析的data的結果 就看見他新生correlation並不好 而且他完全沒有紅字 全部都是正常的 所以non-erosive 接下來就是看Nerd 這個group 內視鏡看起來是正常的 這個group 這個group的治療效果 就比erosive girl的要差 他呢 比placebo大概好兩到三層而已 所以這個group治療醫生是比較挫折 因為很可惜這個group佔了 又是大概六七層左右 有時候很多病人 是這樣子的 那這個group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它是很Hetrogenous的 所以你如果用impedance PH去分 做150個 你會覺得它可以分成好幾個族群 有一個族群是PH是不正常的 內視鏡正常可是PH不正常 有一個族群是完全沒有酸的 另外一個族群是酸雖然是有 可是不會太厲害 只是因為病人太敏感 不管是酸或是非酸 它實在是太敏感 所以hypersensitivity 是一個個人很重要的原因 特別是在Nerd病人身上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你如果去找一種病人 你去做PH 24小PH是不正常的 那它的結果呢 事實上 跟2的吃藥效果是差不多的 那這一群這個過度敏感的 我們去看看它的這個 這個 它Epicillium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這跟它的TQsensitivity有關係 我們食道跟胃不太一樣 會有一些黏液可以保護 它有一些 有一個很好的PH pressure gradient 但食道沒有 食道主要還是靠這個Epicillium 這個type junction把它守住 可是如果它不斷的受刺激 它就會 就是細胞跟食道 這是正常的 細胞之間的空隙就會變寬 這時候就會病人 食道就會變得很敏感 但是你吃藥以後 它會reversible 那這個 至於呢 Postepicillium 那是Blood flow好的 是跟胃一樣 它也可以把它 用一些bicillium把它帶走 那這個 這個時代告訴我們 近端的食道呢 特別的敏感 近端的食道呢 我們發覺不管在Nerd Isobicillium 或是Barreal病人 它們近端食道的 PH的expulsion 實際上是差不多的 並沒有比較厲害 是差在遠端 可是我們發覺 不管你PH是不正常 或是正常的Nerd 他們 這個 Directed in the cellular space 都是比較厲害的 在Isobicillium的病人 或是在Nerd的病人 不管PH值 正常不正常 換句話說呢 都比正常的人來得高 換句話說 近端食道呢 雖然你內視鏡看不到呢 可是你在顯微鏡底下 你可以看到 它細胞之間的空隙 實際上已經變寬了 它變寬有什麼樣的後果呢 變寬的話呢 胃酸就會容易跑進來 會容易震進來 它的Premiability就會變寬 變寬的話 它進來會造成一些 Inflammatory mediator 會造成Sumucosa的一些 Must cell的一些 Release 一些Cytochins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 都造成Inflammation 所以 然後還有 還有一些所謂的 這個X-Extension channel 所謂TRPV1 就是Capsaicin 這些胡椒素的 這些receptor 病人就會很敏感 然後呢 而且會造成局部的發炎 這是所謂的 Visceral Hyperalgae 第一個基轉 就是Peripheral Sensitization 第二個基轉呢 如果我們去用胃酸 在Disto 食道的地方 去給它Perfusion 就會發覺 近端的食道呢 會對酸的特別敏感 它會 所謂的Pen stretcher 會下降 那就是 我們有人叫做 Secondary Hyperalgae 就是我們已經敏感化中蘇神經了 已經教育它 它已經產生一個 這個很容易疼痛的感覺 Pen stretch tolerance 會下降 第三個基轉呢 是壓力的關係 如果我們現在的生活 現在人除了飲食習慣變以外 壓力也很大 這個Anxiety Stress 事實上會 會增加 Directed Interseal Space 會增加Pen stability 也會刺激它的 這個Must cell Degranulation 因為Must cell上面有 Col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的Receptor 也是經由 Hypersonals Pedular Adrenal Axis 它會造成發炎的 所以壓力本身 事實上是會 在這些食道造成發炎 然後它會 事實上一些 Intellicum 8 一些Cytokine 引來這些 Off-State Stress 當然也跟Autonomic Dysfunction 所以這些東西 Intellation 大家一起叫做 Cycle Neural Immune Interaction 所以有時候 我們會用一些 Antidepressant藥 Pain Modulator 事實上病人 還是會有效 雖然這個還是Off-Label Use 最後一個長 10到外的逆流的症狀 這是最困難的一個領域 因為Reflux Cove 目前 Evidence 其實不是很大 酸波酸也很小 那它的結果呢 事實上是不足 沒有統計上的意義的 所以目前到底 這個PBI 能不能治療咳嗽 我想是一個 還是一個 questioner 不過 按照我們很多 臨床醫生的經驗 我們知道是可以的 只是這些人在哪裡 只是這個subgroup病人在哪裡 因為知道咳嗽 是個非典型的症狀 大部分人的咳嗽 並不是因為 這個 Reflux造成 大部分人可能是因為 Ostensal drip 或是Allergy 或是 Asthma造成 Reflux是占第三個 第三個大的原因 所以診斷是一個困難 第二個 Asthma到底有沒有幫助 這個study 審某室也就大了 兩千多人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其實 對病人的 Asthma症狀 跟減少 Asthma用藥 好像都沒有統計上的意義 倒是對這個peak expirative flow 稍微給我改善一些些 所以這個領域目前也是很困難 美國最近幾年有做一個很大型的trial 在這些沒有點睛個病人身上 折到NEGM 也是說 好像對這些頑固的 Asthma 好像PPI 並沒有支持它有效 另外一個主題就是 俄比歐各病人常常告訴你 喉嚨卡卡的生意沙亞 就是歐巴馬這個 他生意沙亞中 他是逆流造成的 可是早期 2006年的study 告訴我們 事實上 他也是一個 margin 也是沒有達到統計上的意義 不過這sumbo side都很小 而且還受這個最大的study的影響 這是美國一個跨國的 跨院的 跨center的study 它是一個negative study 所以呢 結果都是一個negative 因為他這個 加起來才190幾個人 他就佔了一半以上 所以 這個可能會有一些virus 而且這些study呢 都沒有用這個 這個 這個 validate questionnaire 去量病的症狀 那最近幾年 sumbo side稍微大一點 投在 比歐哥或是這個 CGA 做算是比較好的雜誌 居然發覺PPI還是比 這個 Crasibo來得有效 那這是今年出來的 這個sumbo side再大一點 就 就達到統計上的意義 大概有15%的 增加百分之 repeat placebo 增加15%的response 所以問題還是那個問題 到底誰會有效果 這是 困難的地方 所以呢 為什麼以前的人說 一說一說一說 各個都沒效呢 第一個是診斷的錯誤 因為沒有很好的工具可以 來診斷這些人在哪裡 第二個是 symptom report outcome report 他沒有用一個很 這個 disease specific patient report outcome 來評估病人的subjective symptoms 因為subjective symptoms 病人跟醫生的溝通 是很困難的 有時候你認為 病人好 其實病人並沒有好 不好意思說他沒有好 所以呢 他就是覺得說 還好啦這樣 那你就覺得他比較好 其實還在shopping醫院這樣 那 香港Dr.Lang 他也 他就review了發覺 這些症状 很多人 用的問卷 症狀的問卷 都是他們自己後面 並不是一個validated的問卷 那 到底哪些東西可以預測 那典型症狀 可不可以預測 病人的 吃藥會有效呢 有hoburn的人 是不是 吃了以後 塞藥會好呢 那這是 AGA2008年的感染 認為 要有典型症狀的人 你才要給他藥 沒有典型症狀的人呢 沒有hoburn 症狀症狀的人 這些人如果 一刷一刷 症狀症狀症狀症 這時候不用給藥 因為他認為應該是沒有效 那 可是 爾比歐科醫生 就剛好相反 因為爾比歐科的病人 都是因為他喉嚨不舒服 才去看他的 所以病人很多人 either是沒有hoburn 或是hoburn很輕微 那他們就認為說 不 LPR這個東西 它跟個兒是不一樣的 因為大部分的LPR病人 並沒有hoburn 因為實際上也看不到 你所謂的症狀症狀 它跟腸胃科的看法 是不一樣的 那 我們來看看這個基準 這個基準 有兩個hocogenesis 一個是reflux 就是所謂的microaspiration 一個是reflex 就是神經的刺激在這裡 造成病人 Vegoreflex 然後它的咳嗽這樣 那我們就用一個pH probe 這是pH probe 三個pH probe 一個放在UH上一公分 一個放在Digital的地方 那我們就用這個parameter 我們這兩個 我們認為兩個都有可能 所以就用一個composed pH barameter 它主要只要有煙火味酸 或是食道味酸 我們都算它是不正常的 那我們就去找這群病人來 去給他做這個治療 治療了12個禮拜 發覺呢 有典型症狀這一組的人呢 他的abnormal pH 似乎不能夠預測 他病人有沒有效 這個很好解釋 因為呢 病人有 喉咙有sia有hard burn 這兩個不見得 因為都是composed disease 不見得一定會有相關 可是這時候 20小時的結局 遲到一定會不正常 因為他有hard burn 另外一組呢 就剛好 就不是這樣的結果 他沒有典型症狀 supposed AGA肝癌認為說 不需要吃藥的 因為他吃藥沒有效 可是這些人用pH去證實 他只要是不正常 他是8個禮拜跟12個禮拜 都遠遠高過於pH正常這一組 那我們outcome呢 是病人症狀改善感就50 那如果擔心這個outcome 不夠reliable 我們用一個hation reported outcome 就是desease specific questionnaire 我們叫做RSI 大部分是喉嚨症狀 來算病人的分數 結果他前典型正常這一組人呢 事實上pH正不正常差別不大 倒是沒有典型正常這一組人呢 pH不正常的人 他的RSI分數明顯的下降很多 那還有沒有一些其他 診斷的工具可以來預測 因為做pH畢竟不是舒服 那最近有一些新的faringer probe 這比較簡單 可是這個data都還沒有出來 他們跟傳統pH的效果是可能是差不多 那另外還有人用口水去驗他的pepsin 因為我們知道只有這個胃才會產生pepsin 這些data都還要在等時間 最後跟各位報一個PRO的概念 就是2009年呢 這個FDA released一個guidance 認為說primary這個病人的symptom report 可以當作一個primary outcome 因為很多病人是因為症狀來找我們 可是我們如果不去評估症狀的話 就所以他有一些guidance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統計的這個questionnaire的分數有意義 不表示病人臨床上有意義 那他要去定義一個rescundal definition 什麼樣的分數改變呢 是一個有效的治療 那能夠定義出 based on anchor base 就是傳統我們都怎樣認為病人是有效的 可是呢這個global的assessment呢 跟individual的itemassessment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是很detail 每一個問題都問 然後去找到一個分數 我們今天很想知道說 到底改善幾分到才是真的有效的 那我們就用rsi去跟這個 所謂的50%做correlation 我們發覺 症狀改善50%的人 他的rsi呢 改變的分數可以到達11分 相對沒有到50人 他只有3分多而已 所以這兩個correlation 概念上correlation是很好的 那我們去看看 改善這一組呢 我們去看他的sensitivity跟sensitivity 其實還是不錯的 但sensitivity可以到7成9的人 他可以改善6分以上 就可以和符合50% 所以這樣的概念呢 事實上可以用在clinical trial 可以用臨床上的prastic 我們可以給一個概念 說病人到底改善幾分會有效 那這個我們 這是他們 我們等待這個 這個press release 就表示FDA認為這樣的概念是 符合他們現在的概念使用 那這是最後一個summary 就是 我們isophiae最有效 Hard burn, right recastation, chest pain, cough 一次症狀會越來越 效果越來越差 那這是我最後一張slide 那PPI呢 他有效是要dependent on 臨床的phenotype impedence pH呢 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如果治療沒有效的話 那predictor of response 在EER病人呢 事實上是很需要的 那based on FDA的目前的guidance deseed specific questionnaire 就是PRO這東西 事實上是很重要的 而且應該定一個respondent definition 多少才是有效的 謝謝 謝謝 謝謝您一直精采的報告 他報告了EOSIT GERD NOMEOSIT GERD 以及10到Y 表現為主的三軸不同表現 那他對PDI response 也給了很精采的討論 不知道各位先進入 或各位專家 有沒有什麼問題要請教連醫師的 假如這個病人有XYS HGN 不錯 我相信很多醫院 或是很多第一線醫師 他並沒有pHG跟indidance 有沒有什麼 可以參考PBI會有效 因為我想這個是最困難的一群病人 是 謝謝吳特的comment 這個病人 我們做這個study的時候 事實上是 大概在300多個病人裡面 找出100多個懷疑 事實上 History Tating還是最重要的 因為病人很多還是因為過敏 或是因為他是 這個 Voice Abuse 或是 醃酒太多 那刺激到喉嚨 這些病人應該身為習慣 要先改善 改變 當然更重要的是要排除喉嚨 所以通常要跨科 要請兒皮歐科醫生看一看 胸腔科醫生看一看 他也沒有問題 所以可能不是單獨一科 腸胃科或內科 如果他真的有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就是有一些 Alarmine Sign的話 就要小心 他可能會有一些 Organic的問題 那找到這群病人的話 當然 不是每個病人都應該 去做這個檢查 這個檢查不舒服 又耗時間又貴 所以可以先給他VID的PPI 那VID的PPI 大概是可以給他8個禮拜 那當然 這是off-level use 不過8個禮拜也才算是安全 只是健保不及 可能要病人要自己花一點錢 如果吃藥真的沒有效 其他原因找不到還是高度發炎 這時候再來做檢查 可能 就可以把它排除掉 如果檢查是正常的 因為這個檢查還是蠻specific的 如果它正常的是不太會有問題 所以就是要找其他原因 如果檢查是正常的 就把它排除掉 剛才你裡面有很多是有食道的蠕動的問題 事實上胃酸雖然是造成症狀的處理 但是mortility的問題可能才是造成各的一個處理 那對於這樣子的病人 你會有建議目前有什麼藥物可以使用 除了PPI以外 目前除了PPI當然還會有時候會加一些其他藥物 比方說如果你用到BID的晚上 晚上還有症狀可以加一個H2Blogger 因為他們機轉不一樣 可能它會有additional benefit 也有人會用一些Arginate 就是可以蓋在它一個食道的近端 蓋出那個acid pocket減少它的逆流 當然如果它的主要症狀是疼痛的話 那可能用pain modulator會 不過這個是off-label use 應該用低劑量的一些 tricycle anti-depression的藥 或者是有人會建議說 用一些所謂的inhibitor the reflux inhibitor 就是glochrofen這種藥 那這種藥呢 基本上它有一些CNS typefag 應該要小心使用 特別是要從低劑量使用看看 那如果真的沒有效 應該要轉接做檢查 確定它到底是什麼原因 民眾呢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 謝謝您的影響 那個連第一個Pace 第二Pace都有Hardless Pernier 它這個東西在這些片段 換了某些角色嗎 謝謝 謝謝這些前輩的問題 Hardless Pernier是很重要的 通常都是比較嚴重的逆流 因為它這個地方呢 我們知道我們 我們最重要的是這個門 LES這個適應者 跟Hardless Diaphragm Crew 這個地方 橫隔膜的地方 那可能是因為我們年紀大了 它退化 或者是我們變胖了 附加增加 就把它擠上來 這個地方變鬆掉了 這個地方 門一旦鬆掉的話呢 就很容易逆流 雖然不是每個病人都這樣子 可是通常比較嚴重的人 他都會和平Hardless Diaphragm 那這個是不太容易 當然你要正正correct它 要手術 可是呢 Hardless Diaphragm也不是完全有或沒有 它有時候是 有時候比較明顯 有時候不明顯 所以有的人其實不是那麼的清楚 就是他做內視鏡 偶爾比較厲害的看得到Hardless Diaphragm 可是平常它又沒有 所以呢 Hardless Diaphragm呢 通常這樣的人 特別是比較厲害的人 是non-reducing的 然後 他躺下來呢 就是最容易跑上來 因為Acym就在門口而已 所以這種人在飯後 在躺下來的時候 都是胃酸逆流最厲害的時候 所以在Hardless Diaphragm的時候 如果你發覺病人呢 大部分逆流的症狀都是在飯後 或是他吃飽的躺下來的時候 那大概是跟逆流比較有相關 不曉得這樣有沒有回答的問題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來 請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 事實上現在很多人研究 發現這個餓的問題 其實他有一個很基本的原因 可能是那個自律神經失調 那事實上來講 用PBI來做這樣的治療 其實 也很多人認為 那都是一陣子的治療方式 事實上 連我自己也是這樣的病人 我從當英騰到現在畢業 超二十年 餓的從來沒有好過 PBI我自己試過吃 我自己試過三次 一天DID 也是能好一下而已 但是不好起來的時候就很不舒服 甚至呼吸也不太舒服 他笨那個齁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忍耐還可以忍耐 但是這個 真的呼吸不困難 困難或是整個喚氣都有困難的時候 就非常痛 那所以剛剛欸 楊澤一直在提到 其實你也很注意那個BMI的問題 可能減重還是可能有效 怎麼樣讓壓力變小 也可能有效 但這些總是那種泛泛之談 那我倒是最近還在網前上看到 也有去吸氫氣 有人去做御動療法 做很多很多 不是現在所謂正規醫療在認識的東西 反而讓病人覺得更舒服 那我想你現在的 你對這個假設是 如果會改善治癒神經失調 那取代PBI 甚至讓各的這個病消失 您覺得呢 謝謝 謝謝你的問題很好 我也在網絡看到有一些 有些什麼治癒神經療法 那當然這都有可能 那我們知道 各的這個病是西方人先有的 他們的生活習慣造成 所以他們之後的研究 其實做了非常多 甚至於做到很多的這個 molecular的東西 那這段時代的 也許可以多少回答您一點問題 事實上壓力是很重要的 我們在焦慮睡眠不好的時候 或者是說 聽到噪音很厲害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的食道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你會因為中暑而造成 它這個 dialetic in the cell space 或是甚至於這個 這個食道的發炎 因為這個是在動物實驗上 或是在人上面 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事情 那所以 可能您講的治癒神經沒有錯 的確是autonomic dysfunction 也會造成 這些 它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 interaction 不是單一的原因因素 這樣 所以特別在壓力很大的時候 又是 焦雞走吃很多的時候 這時候呢 就 咯了就喬到島上 它一旦上來 大概就是不太容易根治 所以常常鼓勵病人呢 除了減重以外 生活習慣要改變 特別是 這個 高熱量的食物要改變 那 這個 不要吃飽就躺下來 不要顧在宿太景 那這些都是有一些 evidence support 我想我們還是 evidence對我們還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還是要有共識 不然的話大家治療的方法都不一樣 那就跟民俗療法又很類似的 謝謝 那我想第一個 speaker的問題 到這裡結束 那有些問題可能在第二個speaker裡面 可以得到解答 特別是 因為 PBI 它窮掉理基礎上來講 它只是能夠治療胃酸相關的症狀 所以你這些症狀表示跟胃酸有關 它就可以治療成功 但是有些症狀的產生 並不存然是 微酸相關 所以這個時候你 渴望用PBI來解決 各個各式各樣的表現 當然就是圓目求 因為PBI就不可能 除了 嘲諷胃酸以外 不可能 很少有其他的 可以想像性 當然或許有其他的 藥理機制我們不知道 不過就民俗上面來講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有 有這樣子 所以我們第二位 第二位講者 曾平輝醫師 他要跟我們講的就是 完全不安心